学校中学校长已经超过百年 不管是学校和这次都应该是否都有一定的修用时间 其中华当中心也会为学校的排球队临时的关系 促进都有拍拍 为处学校也向政府申请机会 建设这次红武教授 这个半户外球场 我们主要成立的用意是希望说 让排球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练习的一个环境 那因为我们学校非常特殊 是校内有28笔的私人土地 那原来是要在我们的西侧这边的一个篮球场来兴建 我们觉得那块土地非常适合 结果去查地号之后 里面有4笔私人土地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东侧这边 有4笔是台南市的私有土地 那私有土地我们就比照我们户籍 把它分户的一个概念 把它就独立出来 那真的很幸运这一块土地又临近我们的道路 所以在指定建筑线的部分没有问题 洪武教授的建设过程 刚才有很多问题和困难 好好输入不怕辛苦于改革 再让洪武教授顺利完工 在兴建这个办户外球场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总务主任为了兴建这个 那办户外球场真的是 我们吃足了苦头 那在公务部门 还有我们跟建筑师 不断的在那边讨论 那包括我们这个独立的建案 还需要要一个出入的一个门 还要一个残障厕所 所以压缩我们的一个经费 所以那时候在招标的时候 留标了三次 找不到人来投标 现在这个地方 不是提供给客户 熟悉控制的运动空间 也让洪武对的孩子 有一个更加环境的人事环境 我们听视频来说我们学家和彩虹报道